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周末的时候三个人把党内给折腾坏了 哪三个人呢 艾未未 郎贤平 再加上党内人士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 吃不准的就是黄华华为什么歇菜辞职了 咱吃的准的就是前面这俩人 那咱就先看看艾未未掀起的什么样的未未浪潮 几乎所有世界各大媒体都登了艾未未这件事情 那美国之音的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为艾未未捐款热情见账两天弄了260多万 大家知道中共利用北京税务局要罚款艾未未1522万 地方税务如果被罚的话 牛脸国税局还得查他们家 所以艾未未非常明确的说拒绝这样的做法 你必须给我提供明确的证据 文章上来就提到说截止到目前为止 有一万多人捐款给艾未未 帮他支付巨额的罚金 负责艾未未代收捐款的人说 目前收到了200多万 这个消息是11月3号 有人在互联网上发起来的借款运动 美国之音的记者去采访了负责收捐款的人 但是工作人员没有在 另外一个人他整个捐款状况 就是大家要借钱给他 大家都要做他的债主 党干点什么事必须要领导 党干点什么事必须要下红头文件 要从上至下统一 要求你必须威胁你跟党保持一致 你说这一万多人吃拧了 他非捷死捷白咧给艾未未借钱 非要把钱给他 没有任何收据 你说天下到底人心往哪去呢 作为捐款行动的发起人之一 深圳地区的妙诀法师 对美国之音的记者是这么说的 有些地区的捐款人受到当局的骚扰 但是目前备受社会关注的陈光诚事件和艾未未事件 使得有关当局在处理捐款人的问题时有所收敛 我跟你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什么人去干这种事情呢 在我个人看法来说一定是周永康下属的这些 我跟你讲带着国徽的人 以国家名义的人 以国家利益的人 这些人就是丑陋的 这些人不是他个人的丑陋 而是他为了自己那口饭做了丑陋的事 为了自己的这一点点利益 干了不应该干的事 这就是丑陋的 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退出中共呢 要向共产党说不呢 那今天老百姓的这种行为 是一种全民觉醒的一种表现 这种觉醒的表现 目前的阶段就是以实际行为 向今天统治者向共产党说不 其实真正的意义在这 文章里还提到说 陈光诚事件和IVV事件本身 就能够让公民有一种 公民精神的这种感受 而公民社会在逐渐形成的 这种成熟的过程中 中共对这件事情 包括无谓捐款的这些公民 听说在支付宝上捐款的人 都被喝茶 其他的制裁抓捕恐吓等等等等 我跟您讲 老百姓一起干 把今天共产党所谓的法律 营造的法律 实际是他们党的握有权力的人的婊子 把他这样的东西给他干掉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是你们握有权力人的婊子 扭过脸来去嘲笑这些普通的老百姓 婊子就是这样的 所以作为老百姓来讲 要清楚这样的关系 那这些有实际行为捐出钱 有这样表现的人 你捐一分钱不少 你捐十万块不多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而这样的行为代表的是人性 代表的是呢 与那十八个冷血的人相对应的 另外有骨气的普通的中国人 而另外一位网名叫做蓝无忧的 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是这么讲的 他说这说明艾未未的朋友很多 都愿意在他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帮助他 我觉得不仅仅是这点 要知道艾未未是个特别的人物 是政治问题 谁捐款给他 你就参与政治 咱老百姓说一句话 说你参与政治 那简直不得了的事 但是大家伙两天一万多人 自觉自愿的参与政治 大家明白了吧 你不想政治 如果你在中国 按照老百姓的说 参与政治这个概念 你不去参与政治的话 你等于灭了人性 等于人的基本的尊严 不尊重了 反过来 按照自己人性的一面去做的话 就会被党和党的体制 说成你参与政治 其实这样的政治 就应该参与 我找到了艾未未在Twinter上的账户 咱看看有多少朋友给他留言 大家看到的 我现在拿到的是艾未未 Twinter上的账号 第一个我们能够收到的留言 是这么说的 到今天晚上 发科公司的法人陆青回草地 258在门里面捡到了8张纸飞机 网友把钱叠成纸飞机 飞进了258号 一共有601块一毛钱 另外一个人是这么留言的 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半努力 是切断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可能 而另一半是将有正确答案 并愿意告诉他人的人 关进监狱里 太清楚了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比喻 还有一位小妹妹 她说 关于人民币的1001同化 有些人是死活搞不明白 借不借钱是个人的事 交不交钱是爱卫卫的事 是两码事 其实我更乐见 每人捐10块钱人民币 更乐见有150万人 每人捐款给爱卫卫10块钱 这是一个当代非常美丽的童话 我们说过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底下敲门声的话 绝对是真的 桌面上的话 多半大家值得考虑一下 郎贤平在前一段 咱知道郭美美那件事情 他采访过郭美美母女 那件事情的反响比较大 但是我们也说了 那是台面的事 结果就不久前 那郎贤平教授 说了一个台底下的事 台底下的事 就是真的 这真的东西 本来是台底下的事 溜出来了 溜出来 咱就看看说的是什么真相 郎贤平的一段录像 在网络上引起海啸 他说中共政权已经破产 GDP下降10% 文章提到10月22号 郎贤平教授做客在沈阳 讲了一次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 在这个演讲中 郎贤平直指中共当局不作为 以他自己独立的数据称 今天中国的GDP不仅没有增长 实际下降了10% 远非政府所说的上涨9% 关键的问题是他在演讲之前 提出了四个要求 第一个不能录像 第二个不能录音 第三个不能有媒体 第四个听完之后 绝对不能写微博 他要求不要把要讲的内容 拿到网上去 免得大家都难堪 因为我今天讲到的都是实话 在今天的体制之下 实话是不能说的 作为郎教授来讲 当初采访郭美美 咱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台面上的事 都见的人的事 就是您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建不得 必须给盖起来的事 咱大家伙都知道 那是真实的一面 那郎贤明教授 在录像当中这么说的 说中国从上到下 都是说谎的 所有的数据都是假的 任何新闻 只要有一点负面的东西 都不能曝光 建党90周年 对媒体的打压 更加的激烈 什么都不能报 你不要以为 现在天下太平了 其实什么都不能报 我们做这个节目 痛苦不堪 什么节目都不能做 只要讲与中共当局有关的 都不能报道 所以这也就是 为什么咱今日点击 如此的火爆 咱能说 咱说的都是实话 那文章他也提到说 大家看到了 四个地方政府批准发债 可能觉得这是个好消息 我告诉你 完了 就这俩字 全都切菜了 全都是黄花菜了 他说他们还敢在那发债 中国政府已经破产了 听着让你毛骨悚然 我们放一段录像 看看郎教授怎么说的 因为我今天讲到 都是实话 在今天这个体制之下 他妈死话是不能讲的 从上数网数到下 所有的数据全部造假 任何新闻 只要有一点负面 全部都不准报道 我想这个建党九十多年了 对于媒体的打量 就从来没有经历这么严重 什么都不准报道 每个礼拜 一叠 禁止令 什么不准 什么都不准报道 所以各位现在 你不要以为现在天啊台庭 其实是什么都不准报道 就是 我们做这个电视节目 痛苦不堪 什么题目都不准做 只要讲到跟政府有关的 跟现实金钱有关的 什么都不准做 因此呢 你们看到四个地方政府 批准发债 你们可能觉得是好消息 我告诉各位 完了 两个字 第三个事呢 就是广东省省长黄花花 突然辞职 没人能明白怎么回事 当然有人明白是怎么回事 法广这么说的 黄花花突然辞职 那让外界感到非常的惊讶 透露这个消息的是南方日报 星期四透露出来的 其实黄花花离自己离任 还有两年之久 而四号的早晨 在广州举行的省11届人大常委 第29次会议当中 已经接受了黄花花辞职的请求 由常务副省长朱小丹代理 对黄花花的辞职 那外界感到非常的意外 而且更意外的是 黄花花的辞职 不是由中央的报纸登出来 而是由地方的报纸登出来 相信后面会有消息出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这样的人一辞职 大家就感到惊讶呢 独裁的体制 营造了这样的氛围 我原来有过比喻 我说今天中共的官 在大陆很多人都是嫖客心里 嫖客进窑子 进桑拿鱼 进去干嘛 我挑 挑哪个顺眼的 我弄走 我用钱买 他不是嫖客吗 为什么是嫖客呢 嫖客跟独裁 有什么区别呢 一模一样 体制塑造了这东西 塑造出来的 不是个东西的东西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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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